嗨 大家好 我是阿用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10R的防撞感 電風液 OK 那現在各位看到的就是 我這次裝上的這個 10R的電風液 它是Purridge 然後新出的 給10R專用的電風液 之前的Purridge有出過其他形式的電風液 那那個電風液有點像是 魚鰭一樣這樣尖尖的 然後那這次出的電風液是這種 方形有點像是魚塞的那種形式 那這也是現在MOTO GP比較主流的 電風液的形式 OK 講到電風液呢 那跟各位來稍微講一下電風液 到現在目前的發展的狀況 那電風液在2015年的時候 第一次Ducati在賽斯裡面 它有裝上電風液在他們的廠車上面 然後所以隔年在2016年的時候 然後可以看到各家的車廠 然後也都仿效Ducati 去裝上類似那種 就是像魚鰭一樣的那種聽風液 那可是同年呢 在2016年的時候很多車手 他就根據這樣子一個聽風液 然後提出了一些很多安全性的疑慮 那包含說 第一個這個聽風液它是 像魚鰭一樣尖尖尖銳的嘛 然後又短又尖又硬 然後因為它必須要承受高速的風壓 所以它的尖尖的這樣子一個形式是 對車手來說有可能在撞擊的時候 可能這個尖銳的尖角可能會擦傷或割傷 車手的身體 然後那這是第一個原因 那第二個原因呢 就是這樣子一個電風衣呢 它在比賽的時候高速行駛的時候 它會產生涡流就是一個亂流那樣子 那這種亂流呢 它會造成說車手本身的體能的消耗 然後同時也會造成後方的車手的氣流會不穩定 影響到車身的動態 所以因為這樣因素呢 FIA在2017年的時候 禁止的這種尖尖的這種 釘封衣的形式去裝在車子上面 然後它並且它禁止的一切 任何沒有跟你的車體的整流罩 有整合的加裝的一些配件 在車子的外型上面 但是呢這件事情 並沒有阻止釘封衣的一個發展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說 你FIA做出這樣子一個限制 是不是想要阻擋Ducati在賽事上面競爭的優勢嗎 因為如果你有很好的釘封衣在你的車頭前面 你會有一個更好的一個車頭的下壓力 那這會帶來什麼樣的優勢呢 第一個就是說 你的車頭在高速行駛的時候會很穩定 那它有一個防浮舉的一個效果 在你高速的時候 能夠有防浮舉去穩定你的車頭的話 會帶來什麼樣的優勢 就是你能夠有更長的加速的一個時間 所以意思是說你的車子 車手它在加速的這個期間 因為車頭不會因為氣流或者是你的車身本身動力太大的關係 會導致說車頭會浮舉 一浮舉的時候 你的車子本身對於動力就會產生一個限制嘛 所以你就沒辦法完全去發揮你車子本身的動能的優勢 第二個好處呢 是你在高速的長煞車的時候 它給你車頭有更多的下壓力嘛 所以你的前輪的煞車會效果會更好 所以因為這兩個優勢呢 所以在MOTO GV的賽事上面 各家車廠還是不放棄 繼續再研發更好的一個空力套件 所以呢 在2018年的時候 更新的新型的電風翼的形式到現在比較穩定的 就是說 你的電風翼要做一個 跟你的車體整合式一個造型 就是不能夠單純突出尖尖的 那這樣的形式呢 就是會一個是比較安全 就是可以保護說 你即使和它發生撞擊的時候 也不會傷害到車手 那同時呢 它會產生的亂流也會達到最小 其實電風翼會產生亂流的原因 你可以想像 其實跟飛機是一樣的 因為其實電風翼它的原理 它是取之以很多航空的產業 那你在飛機的時候 你會看到在機翼的末端呢 它會把機翼的地方就是會做一個垂直的 以電風翼來說的話 它在氣流通過的時候 它上方的壓力會比下方的壓力高 所以在氣流通過的時候 假設你的末端這邊沒有做一個避回路的話 它會產生一個氣流的一個流動 所以在末端的後面 就會開始產生一個渦流就會跑出來 所以以這樣的形式的時候 它剛好可以擋住上下壓力差的空氣的流動 所以可以將後方產生的渦流 亂流能夠達到最小 那這PUGE的電風翼在安裝也很簡單 那它就是三塊主要的部件 就是這兩塊固定塊 然後跟這個電風翼本體 然後你在黏這兩塊固定塊的位置的時候 它其實有附上一個透明的靜電的一個貼 然後它貼到一個模板 就是告訴你這個黏貼塊的位置在哪裡 然後你黏上去之後 然後你就是等待大概24小時的時間 然後讓3M的這個膠能夠完全的去固定住 然後這樣子它才會完全的穩固 最後你再裝上這個就完成了 然後其實我有點擔心說 這個東西到底裝上去之後是不是穩定的啦 那就我剛剛測試呢我覺得是還蠻OK的 就是像我剛剛去再三度上去試啊 我覺得它其實並沒有影響到我的轉向性 然後同時呢我也在快速道路這邊 又試過高速的情況 然後它最快 呃其實我有試到20格以上 然後其實也都是OK的 它也都沒有廢掉 因為這也是原本我最擔心的事情 這個電風翼呢他們是說他們有讓 Kawasaki Team這邊有做過實際的測試 所以我覺得相信他們有經過賽斯的測試的話 然後相信是可靠度是比較好的 那這個電風翼呢 它可以在時速300公里的時候 能夠提供將近6公斤的下壓力 那在空氣阻力的部分呢 它也有做CFD模擬 它幾乎沒有額外的空氣阻力的產生 所以因此它也不影響它的急速啦 OK 然後不過呢老實說其實 就是你在一般山路在騎的時候 嗯其實並不會感受到它有太大的影響 因為我們的時速其實並不是真的那麼快 因為你要到達時速300公里 才會有6公斤的下壓力嘛 但是基本上 呃它當然除了 有這樣子的下壓力的功能之外呢 我覺得它還有防鑽感的功能 防導感的功能 而且重點是它也還蠻好看的 好啦 那就是這部分就分享給大家看 好 那各位如果希望我的頻道呢 歡迎各位按讚訂閱加分享 然後記得開啟小鈴鐺 那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拜拜 谢谢大家